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屈啊 本期是一个开箱视频 大家应该看到视频上的一个箱子了吧 没错,是第五人格的一个手办箱子 这个是粉丝秋月送给我的一个隐藏版的一个手办 那具体会抽到什么呢? 我们直接打开看一下 首先打开第一层之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里面的东西分别就这样 两个手办,两个限定的一个底座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小丁丁打开 打开之后发现小丁丁的皮肤是另一面 看上去还是挺可爱的哟 不过另一面并不是隐藏版 而是最普通的一个版本 大家看这里就知道了 小丁丁是有六个版本的 而隐藏版应该就是最中间那一款粉色的皮肤 而另一面应该是大众款了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小丑的 小丑的隐藏版则是最左边的一个粉色皮肤 而大家应该也看到小丘收到的这款是圆皮 所以是红色的 打开之后是长成这样子的 比小丁丁大一点 样子也挺可爱的 大头小身 好了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吧 说实话这也是小丑第一次拥有手办了 之前一直对手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感冒的 就是没什么好感 而这次呢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手办 并且还是粉丝送的 这也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哟 那么你以为就只有这两个手办吗 那你就错了 接着我们开另外一个包裹 零食包 没错就是这两箱东西 那这个就不卖关子了 直接拆开 里面呢是一个坚果大礼包 再打开看一下 会发现一个大礼包里面 装满了60小袋 小礼包 并且每一包里面还有9种坚果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 这就是里面所有的东西了 总共是20克 分量的话不是很多 不过每日一袋的话 应该还是足够的 坚果的话也不可以一次性吃太多 不然容易上火 小丑也尝了一下 还是挺好吃的哟 好啦 以上就是秋月送的两个小惊喜 分别是坚果大礼包 还有两个手办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